二战后随着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,该国的军事力量也得到飞越。 据媒体报道,日本,今年的军费防务支出高达500亿美元,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,因此日本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。据统计日本海上自卫有5万人,作战舰艇共198艘,其中还有4艘直升机航母,它的实力也开始日趋强大。 而此时日本仗着美国作为后盾开始谋求武力夺取北方四岛,签下生死契约拿下四岛,黑力又宣众棒言论,两国合为俄罗斯已开始。 事实上,特朗普刚竞选总统的时候公然表示,日本可以拥有核武器。 这一句话彻底燃起日本的野心,据俄罗斯媒体8月6号报道,安倍在广岛被核武器洗礼的73周年纪念会上必而不谈无核三原则,还多次拒绝在禁止核武器条约上签字,对于日本的危险态度,让很多人感到担忧,签下生死契约拿下四岛,黑力又宣众棒言论,两国合为俄罗斯已开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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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